一群犯人双手被靠在背后 狱警拿着警棍命令他们不停奔跑上下楼梯 一名囚犯从楼梯滚下来 立刻被强迫站起来继续跑步 我国前友邦中美洲国家萨尔瓦多 邦派暴力事件激增 光是本月26号就有62人丧生 下国国会27号晚间宣布 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受到多数国会议员和民众支持 不仅限制民众集会自由 同时也扩大警察权力 允许警方在没有逮捕令的情况下 逮捕帮派分子 据了解 萨国军警28号手当首都圣萨尔瓦多 附近的黑帮据点 至今逮捕超过1400人 当局警告 这些犯人不会被释放 而且不会删减其他地方的预算 来喂饱这些恐怖分子 因此即便受刑人暴增 火石总量还是按照原本的量来配给 当局更下令 将监狱火石缩减到每天两餐 且紧急状态下 军方可以进入狱中强力执法 人口只有650万的萨尔瓦多 治安是出了名的差 因为政治与地缘因素 长期以来都是跨国毒品贸易的转运中祭典 从1990年代开始 成为美洲跨国黑帮的犯罪根据地 2015年多达6650人死在街头 谋杀率高居全球之冠 现任总统布格磊上任后 积极打击犯罪 2021年 横死街头的数字下降到1140人 尽管还是相当惊人 但已经是1992年 当地内战结束以来的最低纪录 环宇新闻 陈静 综合报道